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大的盆地 中国第一大沙漠 塔格拉玛干大沙漠就位于盆地的东部 然而就在盆地的东北边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在冬天最冷的时节有很多人会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盐寒 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 他们顶峰冒雪 在兼兵当中寻找财富谋求升级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带您前往盐冬时节的塔里木盆地 去探索那里的自然奥秘 这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时节 中国最大的盆地 总面积达到五十三万平方千米的塔里木盆地 已经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了两个多月 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 一个要深入大雪覆盖的荒野中作业的车队 正在全速行进 茫茫的荒野上不仅难辨东西 气温更是达到了零下二十摄氏度 在这样人际罕至的地方 他们究竟在寻觅着什么呢 浩浩荡荡的车队又将在什么地方停下呢 这里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中心 北部是高耸的天山 南部是广袤的沙漠 由于高山和沙漠的阻隔 这里在数十年前 还是一片人际罕至的荒野 而现在 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来寻觅致富的机会 车队行进了一个半小时后 东方露出了晨光 这些从河南 四川 吉林和新疆各地 匆匆赶来的人 立即下车 不顾滴水沉冰的严寒 开始轰烤着 即将为他们带来财富的拖拉机头 在燃放鞭炮 气球上苍眷顾之后 人们开始用巨大的钢锥 插入雪地农洋 追着钢锥砸入地面 一股股水流竟然向上涌 出一会儿 地表竟然开掘出一米见方的水池 原来 这里竟然是一个湖窝的中心 而人们的脚下竟是厚厚的冰层 河南人沈孝章 是这次行政的总指挥 至今已经当了46年的渔民 这一次 他们打算在这片冰层下 放下巨大的渔网 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东谷 扑鱼嘛扑了一辈子 都比较感兴趣 一说扑鱼嘛就是黑圆一干 春秋为后吧 沈师傅说 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上 这个湖泊名叫波斯藤湖 水域面积达到了992平方千米 相当于1400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象 在如此巨大的冰面上捕鱼 对于他们来说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冰面的时刻 每个人都在抓紧时间做着最后的准备 渔民们说 冬天捕鱼被称作打冬鱼 与其他季节不同的是 打冬鱼只能选择在湖冰十分坚硬的三九十节 从去年11月 波斯藤湖开始结冰 到今天冰冻三尺 可以上冰下网 沈师傅他们四十多人已经等待了近三个月 而这次打冬鱼的成贷 决定了这些渔民是否能够满载而归回家过年 沈师傅告诉我们 今年他们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了那里常用的巨王骨捞发 这种方法在东北查冈湖 月亮炮 静波湖等地 曾经创造过以往十几万斤的高厂纪录 老沈希望自己在这个中国的大西北 也能够创造惊人的捕捞链 这是下网口 在朝天门下 然后我们就平静走了 平静走 这样我们都得要圆一点 然后呢就在这就开始 这就出汪了 老沈介绍说 巨王捕鱼的关键在于这张巨大的鱼网 这张鱼网都从这个长不过两米 宽金有一米的长方形入口放入水下 网巨的两端被绳子拴住 由两个可以人工控制的潜水器牵引展开 在大网展开之后 再由潜水器将巨王两端的牵引绳送到数百米外的拖拉机头处 拖拉机头牵引大网向前缓缓行进 将鱼群收入网中 整个巨王将在冰面下行进两千米 最终在放下鱼网十个小时后将巨网牵引出水 在等待了近十个小时之后 两边的鱼网在潜水器的牵引下合到了一起 两台卷阳机开始同时发力 此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将鱼网拉出水面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令人激动的时刻 因为这一网究竟能打上多少斤鲜鱼 决定了大家这十多个小时的艰辛 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根据我们这个观察 给下国王这个下来鱼的迷路 每一网鱼都应该在五吨左右 这都算比较低的产能 然而让所有人感到瞠目结舌的现象发生了 长达两千米的巨型鱼网中 竟然空空如也 没有一条鱼的影子 这样的结果 让整个东谷队感到十分比赛 从晨光出灰到西洋心下 冒着刺骨的严寒 整整一天的劳作 收获的竟然是一张湿漉漉的空瓦 所有人被这样的结果惊呆了 一时间冰面上陷入了一片沉寂 独特气候成就绝世美景 诡异地貌隐藏剧毒生物 奇特村落构成风水宝地 自然深水的背后隐藏哪些地理奥秘 迪立东国带您一起走进齐居之地 敬请关注 酒会香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东府伯斯藤 精兵之下出师不力 寻访大兵面 如何揭开渔群失踪之谜 系列节目 奇居之地之博斯藤 迪立东国正在播出 第二天一早 沈师傅回到了东部队 昨天下网的地方 他仔细地在兵面上观察着 试图寻找出东部队 突失不力的原因 当地人把带队打鱼的负责人 称为凌王 作为凌王者 除了现场进行指挥之外 更肩负着东部队几十号人的希望 而昨天出现的情况 老省看来 在捕鱼这个行当中 是相对正常的现象 毕竟是铺鱼 它跟瓦妹不一样 多出它里就能多出这鱼 它毕竟它在这个时间端 它就是在这个底性啊 鱼的分布啊不太了解 就是像这样的现在铺这种鱼 比较给逃王的鱼 就是你一个技术环节 处理不好 与它优越的地方都转出去了 沈师傅决定趁着鱼群尚未游远 赶紧组织人手 在这附近再下一网 也许这一次就能看到万鱼出水的壮观场景 经过了一夜的冰洞 湿漉漉的鱼网被动得坚硬四体 湖面上变得更加寒冷 但东部队的每一个人仍然相信 经过了一夜的调整和总结 这一次他们一定能得到上天加倍的补偿 然而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 尽管每个人全神贯注 尽管大家一再注意保持两边鱼网行进速度的一致 但是收网之后 东部队面对的仍旧是那张湿漉漉空荡荡的鱼网 紧接着在第五天第七天第九天第十一天 老臣指挥东部队连续打捞了六网 竟然都以失败告终 沈师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这在他46年的捕鱼生涯中 还是头一次遇到的奇怪现象 我从来没压疼过 就几年这几天搞得压疼了 就是考虑考虑 这大回事 王军也没说调整 各种各种反话都想过来了 三人反话都想了 怎么还铺不上鱼 博斯腾湖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为什么这里的冬天放下巨网 却没有一条鱼被捕获呢 难道这个湖泊当中就没有鱼类生存吗 老沈说 他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展开东谷 是因为这个湖从谷至今 一直是中国西北鱼产量最为丰盛的湖泊之一 每年夏天 博斯腾湖都能够出产几十万斤的鲜鱼 但是这个巨大的湖泊 在老沈他们到来之前 并没有人在冬天尝试过巨网捕牢 所以冬天能否捕到鱼 谁也不知道 那么为什么一到冬天 这个湖里的鱼就会神秘失踪呢 是湖泊的水质发生了变化 还是另有什么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原因呢 博斯腾湖古称西海 从唐朝开始就有了鱼产丰富的记载 而近年来 这里一直是整个新疆乃至中国西北 鱼产量最大的湖泊之一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湖泊 到了冬季 大量的鱼类会不翼而飞呢 看到东部队连续十几天捕鱼失败 当地人开始议论纷纷 有人甚至说 博斯腾湖的湖水已经被严重污染 鱼群不是逃之夭夭 就是已经在冰下成匹死亡 这样的开课 引起了八周 博斯腾湖科学研究所的关注 他们立即派出了科研人员 与地理中国设置组一起 来到博斯腾湖 调查这里的水质状况 今天是农历三九的第七天 应该说是整个冬天最冷的时间 所以尽管今天是可以说阳光明味 但是在博斯腾湖 弱大冰院上 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寒冷 刺骨的严寒 我身上已经穿了三件羽绒服 但是仍然抵挡不住 今天的寒冷 那么在这儿呢 还能够体会到 中国古代一句成语 叫做喝气成冰 这就是变形的喝气成冰 这是测什么 测透明度是吧 水很清啊 透明度 透明度刚才测了多少 三米一 那基本上 非常好的透明度 科研人员告诉我们 初步的检测表明 博斯腾湖的浮水 透明度很高 在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 能够拥有三米以上的透明度 这样的水体 表面上看来 不会存在严重的污染状况 但是要全面判断水质的情况 还有很多更为复杂的指标 测度 这些数据到回去我们要做一个 年度的一个统计 观察它每一个月的 它的这些水质的变化情况 工作人员将踩水器沉到湖底 对湖泊下层的水进行了取酿 通过现场检测 科研人员发现 波斯腾湖没有遭受严重的污染 不存在鱼类大量死亡的可能性 而在冬季严寒的条件下 湖泊底部的水层氧气充足 耳料丰富 非常适合淡水鱼群的月冬气息 因此 在湖泊的底层水域中 应该能够展开冬季骨刀 宝货都是93点多 中氧的值是3.36 它这个值是比较适合鱼的生长 这样的检测结果 让东部队的灵网师傅沈孝章更加不解 自己连续十天六次下网 却始终没有捕获一条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正在这时 我们听说在湖泊的东南角 距离沈师傅他们30千米之外的地方 有人已经从湖泊中捕捞上了鲜鱼 难道湖中的鱼都集中到了那片水域 那里又隐藏着什么自然奥秘呢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立即驱车前往那片当地人称为金沙滩的湖面 湖水未见污染 鱼群却踪领难立 以往神秘小鱼揭示出怎样的自然规律 系列节目齐居之地之博斯腾 离离中国正在播出 点前的渔民名叫周厚海 本是湖南越洋洞庭湖边的渔民 每年冬天他都会和妻子一起 不远千里的来到博斯腾湖打鱼 他告诉我们 在这里打鱼远比驾向洞庭湖要省事 只需要将网放在提前打好的冰下 两天之后数不清的鱼群便会自投罗网 来了七八年了没有 七八年了 周厚海将冰层凿开后 将一条细细的网绳拉在了手中 随着一点点的拉动 一个直径只有七十厘米的圆形的鱼网出现在了水下 这样的鱼网远没有沈师傅他们巨网捕鱼那种浩大的声势 这不禁让我们十分好奇 如此狭窄的鱼网在开货的冰面下能捕到鱼吗 正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鱼网内竟然出现了跳跃的深意 真的有鱼钻进了这个小小的口袋 这有两百公斤 这一刀有两百公斤 哇 哦还真是活蹦乱跳 鱼管舱的感觉 一网鱼就有足足两百千克 这让记者感到十分惊讶 而更令我们新奇的 是这一网鱼几乎全是同样的大小 同样的种类 这些鱼每一条只有七至八厘米 重量不过几十克 照此推算 这一网就有了数千条的鱼货 老周告诉我们 这种名叫池爪公鱼 是博斯腾湖冬天的特产 由于烹饪后 肉质有一股类似黄瓜的清香 因此又被称为黄瓜鱼 这就被你手跳过的一样 哇真是 都一样的 一模一样 都是这种鱼 没有别的 清晰的这种鱼 周厚海向我们介绍说 这种池爪公鱼 属于一年生的鱼类 每年四月破卵而出 第二年三月产卵死亡 自然情况下 极少能活过两年 由于生长周期相同 所以这数千条鱼的大小完全一致 这种鱼属于抗寒性较好的冷水性鱼类 在寒冬腊月最为活跃 因此冬季最好捕捉 一个冬天 它能打上近十万斤这样的小鱼 挣到五六万元的收入 然而看到了老周的丰收 巨王捕鱼队的凌王沈师傅 却告诉我们 这种小鱼虽然数量众多 但是个体太小 他的东部队希望捕获的是 湖中体重超过五千克的大鱼 沈师傅告诉我们 他们采用的鱼网 网眼直径最小也在三厘米以上 专门用来捕捞水中体重超过五千克的大鱼 如果赶上了鱼群 一网就能抓住十多万斤 挣到上百万 然而靠小型网具捕捕驰爪公鱼的周后海 却认为 老沈他们过于浩大喜功 他告诉我们 在目前这样的自然环境中 大鱼几乎很难捕获 池爪公鱼属于冷水性鱼类 目前这个季节正是它最活跃的时期 而巨王捕捞队瞄准的是 湖里生长周期较长 体型较大的鲤鱼 草鱼 花莲 白莲等鱼类 那些鱼属于温水性鱼类 尽管在严冬季节也能生存 但是基本上已经成军结队地 潜伏在湖底的某些特定位置 一动不动的跃冬了 由于大鱼在跃冬期间很少游动 所以很难找到鱼群所在的位置 周厚海的分析 让巨王东部队受到了启发 为了保证下一网不再失败 沈孝章他们来到了渤湖县水产局 想进一步请教这里的专家 我们冬天抓的鱼就是 要抓药冬产的地方 你找的这个地方不是药冬产 不是药冬产 但你肯定没有鱼或者很少游地 所以我们要找那个大鱼上下网的地方 下网口 一定要在大鱼上 专家告诉东部队 水下的世界往往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烟冬季节 尽管湖泊表面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层 但在冰层以下 湖水的温度会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变化 一般而言 在波斯腾湖 冰层附近的水都接近零摄氏度 而到了水下八至十米 水温会始终保持在四摄氏度左右 这个温度是连鱼 草鱼等温水性鱼类 越冬的极限温度 因此 只有找到了水深超过八米的水域 才有可能用巨王 捕捞到越冬期的鱼群 然而 在总面积接近一千平方千米的冰面上 到哪里才能找到深度超过八米的水域呢 在那些超过八米水深的水域里 又究竟能达到多少体重超过五千克的大鱼呢 专家告诉我们 根据1998年的地理资料记载 波斯腾湖最大的深度是16.5米 而平均深度是8.08米 按理说在波斯腾湖 寻找水深超过八米的地方 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是从2003年到现在的十年里 整个中国西北的降水都在逐年的减少 而波斯腾湖的水深也在逐年降低 因为水位年年在变化 所以鱼群的越冬场所 每年也都不太一样 这给东部队寻找夏王捕鱼的位置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而更让老沈担心的是 这个时候离春节只有不到15天了 一旦过了春节 冰面就会开始融化 大型车辆就无法上冰作业了 留给东部队的时间只有十多天了 接下来东部队该到哪里寻找鱼群 又能不能够在开冰之前有所收获呢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升春 明天见